这绝对是今年夏天最值得看的泰剧 看完绝对刷新一堆泰剧天花板的用之 这也是今年夏天最值得刻的CP 真正意义上的强强 互相征服又互为软肋 看过的都说上头 Pors本是一个混迹底层的大学生 自由散漫惯了 现在他却被迫进黑帮当个菜鸟保镖 他在黑帮的生活那是处处碰壁 被少爷King当作用人使唤生气 捉弄少爷不成反被坑生气 被少爷当作人肉靶子更生气 被大少羞辱更更生气 误打了分家少爷 被少爷掐脖子教训 Pors的愤怒直接到达了顶点 什么破黑帮也不干了 正当他想和少爷正面刚的时候 同住的保镖屁做了解释 Pors才明白少爷这次其实是救了他 King少爷黑帮继承人 经历过太多暗杀和背叛 对他人极度不信任 在家睡觉都会时刻拿着枪 Pors没想到会被这样一个人救了 于是他笨拙的道歉 只是没想到自己泡的咖啡那么难喝 少爷也还是喝了 还让他继续努力 其实少爷早就在这些相处中 完成了自我攻略 发现饮料只是个恶作剧 就放下心来动弄他 知道他被大少羞辱 就巴巴赶来救人 笨蛋保镖做错事 被枪指着头 立马就慌了再次救人 出门收债 注意到Pors的不忍 就主动让他离开 当枪声响起时 下意识离开保镖的保护圈 拉开Pors 担心Pors第一次杀人留下心理阴影 大半夜去给他上药安慰 陪他去酒吧Happy 在空旷的码头上 即使警惕到四处张望 但还是陪Pors躺下谈心 听到Pors真心的感谢 他明明很清醒 但是却醉了 他确认了自己的喜欢 所有人都能看出少爷对Pors的特殊 Pors自然也知道 所以在拍卖会上被吓药 他会反抗坏人 但是对少爷却无意识地顺从 那一晚 他以为触到了少爷的心意 但是少爷有太多的神不由己 爱意过于明目张胆 那么伤害也就无可避免 Pors失职是因为被吓药了 少爷明明知道 却还是下令惩罚 Pors无法理解 他委屈又愤怒 明明前一晚亲密无见 第二天却让他受尽屈辱 甚至还当着他的面约新朋友 然而自己还是不断回想那些属于彼此的瞬间 于是他知道自己完蛋了 他爱上了一个完全不爱自己的人 并没站在观众视角真的无限唏嘘 其实少爷何尝不迷茫呢 那晚过后 他愧疚又心虚 只能在爸爸面前尽可能地维护他 但是爸爸却提醒了他以前的事 完美的继承人不能在同一件事上犯两次错误 他也害怕自己会再次被爱人背叛 于是他逼自己下令惩罚Pors 故意当着他的面见新朋友 他在告诉Pors 那一晚并不算什么 也在告诉自己Pors没有那么重要 自己也不会受到第二次伤害 当然他失败了 于是他知道自己完蛋了 他爱上了一个会让自己再次自身危险的人 但是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知道Pors心灰意冷离开 他慌了 在家睡觉都要拿着枪的人 不带一个保镖独自去找Pors 金芬一样求他回去 只是误会未解开 危险就先来到 两人被仇家绑架流落到森林里 手还被靠在了一起 当在森林里迷路 Pors抱怨说 遇见你我的人生都变得悲惨 他们开始争吵 然而找到水源后 他们又牵起了对方的手 开始感受到了纯粹的快乐 因为能够和你一起活下去的快乐 寻找救援的路上 你累了 我就蹲下来迁救你 一路相互扶持 找到一辆废弃救车 解决了庇护所的问题 当黑夜降临之前 我们一起坐在车顶 即使两边都是重重危险的悬崖峭壁 但是我们只看得见 天边那某红色的晚霞 此时的森林 早已从一开始的牢笼 变成了乌托邦 我们在这里 剥离了彼此的身份和地位 一起自由地大喊 接下来就是解决火的问题 迫使听着少爷吹嘘自己和火天生一对 浑身都充斥着一种宠溺的感觉 笨蛋少爷什么都不会 好傻哦 但是我愿意守护这个笨蛋 替他守夜 看着少爷被惊醒 还做出举枪攻击的手势 又忍不住嘲笑他是个累赘 没关系 我愿意保护你这个累赘 笨蛋少爷以为我中毒 被我推一脸的样子 真的好傻好可爱 要是他自己一个人可怎么活呀 没关系 抄到了鱼也先给你吃 在夜晚的篝火边 他们说起彼此的梦想 迫使想要在海边开一间酒馆 少爷却转了转 手上象征家族权利的戒指 说自己的梦想是守护家族荣耀 迫使看出了他的言不由衷 少爷这才说出 自己的梦想是做歌手 但是却被家族困住了人生 迫使安慰他的伤痛 少爷便提起了那一晚 他小心翼翼地表达愧疚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伤害你 迫使看出了少爷的歉意 但是比起后悔 他更希望那一晚是少爷的真情流露 没关系 不爱就不爱吧 我早就原谅你了 少爷的爱太过隐忍克制 而迫使的爱则是热烈的奉献 当他们终于听到救援的声音 却不小心跌落了裂缝 绝望之后反而更加平静了 少爷再次提起对Post的那些伤害 一句对不起就这么说出了口 然而到了要决定砍掉谁的手 逃离这里的时候 Post还是暴露了自己的爱意 为爱热烈奉献的他 此时身上披满了光辉 少爷的心也在此刻剧烈颤抖 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眼前的人不应该和自己锁在一起 于是他的刀子没有砍向Post的手 而是解开了手铐 是的 少爷一直都可以解开手铐 只是他太谈恋和Post在一起的自由 他们一起走出了裂缝 两人已经没有了危险 但是少爷却催促Post离开 自己会跟家族说他死在了森林里 让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既然自己注定被家族困住 那么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能获得自由 Post仍然没看透 为什么你不爱我 却愿意为我做到这种地步 Post走了 但是听到枪声响起 他又义无反顾地回来了 当少爷看到Post有危险 那一刻他忘记了自己的姓名 忘记了自己的责任 舍身挡枪 这一枪打中了两个人 Post终于明白 少爷爱他 爱到可以抛下一切 在Post眼里 少爷所有的愧疚犹豫 所有的所谓不爱 都在这一墙里烟消云散 Post再也走不了了 最后危险解除 真正的救援终于赶到 他们都安全了 然而Post直视前方的眼里 却流露出星星点点的绝望 仿佛亏欠自己再也无法离开的命运 但是谁又能说 他不是心甘情愿的吗 任何人没看过这部太剧 我都会大哭的OK 势均力敌 精神交融 互为彼此的光的爱情 我真的磕生磕死 上期说到 少爷舍命相救 还没养好伤 Post就被迫和分家少爷Vigas 一起做任务 少爷深知Vigas缠少子很久了 他担心Post会被抢走 更担心他会有危险 分家夜里 第二天就要面临更危险的任务 Post打电话给少爷 却被匆匆挂断 他正想生气 没想到少爷带着伤直接来见他 哇哦 他好爱他哦 少爷还把自己的马格纳 阿布什还把自己的枪给了Post 告诉他人和枪都要一起回来 爱意不需要开口 早就在彼此的眼中千回百转了 然而庆功宴上 最久的Post被Vigas带走 少爷急坏了 还好及时赶到逼退的 图谋不轨的Vigas 少爷担心被背叛的恐惧再次来袭 两人爆发争吵 还好最后Post吐露爱意 少爷的心才落回远处 于是甜甜的恋爱就来啦 这天Post被少爷叫进去单独教训 保镖满脸同情的站在门外 实际上少爷重新定义了教训这个词 屋里战况激烈 昏天黑地 你来我往全权倒肉 第二天Post还做足了攻略 准备了一场浪漫的约会 他们狗狗碎碎的换晒西装 抛下各种成年人的无奈 只带着少年人的炽热 他们不再是保镖 也不是少爷 只是一起约会的小情侣 他们一起是最好吃的甜点 少爷就算再馋 也得听话让Post拍完照片 像个拐宝宝一样 等Post给他搭配甜品 他们笨拙地表达着最甜蜜的爱意 然而没甜多久 Post发现自己一直被疑似 是少爷前男友的人跟踪 还好少爷跟他坦白了过往 告诉Post就是因为前男友背叛过他 才导致他一度不信任任何人 但他早就不爱了 面对前男友的照片 少爷无敌乖巧 让揉就揉 让扔就扔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 没想到前男友还是搞出了幺蛾子 他死而复生 诬陷Post是间谍 并且证据确凿 Post白口默便 他恳求少爷的信任 但少爷却说 难道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 就这么轻易崩塌了吗 还好就在Post命拳一线的时候 少爷及时赶到阻止了一切 原来保镖屁前入分家和亲 啊不是 前入分家提前查到了Vicas的全盘计划 少爷才能将计就计 他的那句我不信任任何人 其实指的是不信任前男友 亏Post还那么担心 但他也只能气呼呼地打他脑壳一下 经过这次 少爷打算让Post辞职 离开危险的黑帮 然后面对爸爸和大少的逼问 他只能坦白说 于是就开始了见家长的名场面 这一段强烈建议大家去看原片 任何语言描述都是苍白的 Oh my god 门口的保镖就是刻到昏迷的我本人 然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Post的叔叔突然出现 告诉他当年父母的死是人尾 还和少爷的父亲有关系 一气之下 Post直接离开帮派回了家 索性少爷也跟着他一起回了家 堂堂黑帮少爷一脸嫌弃笑地 给Post和弟弟端茶送水 哦呦 少爷你最好不要太爱哦 Post劝他回去 少爷却说自己有他在身边就够了 嘿嘿 有被填到 不愧是你 他太第一田工 为了调查父母死亡的真相 Post答应了叔叔的要求 然而叔叔却在说出凶手的前一秒被人枪杀 Post此刻也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目睹过父母的死亡 当时少爷的父亲大当家确实在场 愤怒淹没了他的立志 他独自持枪找到了大当家 却被大当家告知他的母亲是他的妹妹 咳咳咳 虽然只是收养的妹妹 大当家告诉Post 杀死他父母的其实是分家的二当家 但是Post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可就在这时 大当家却被人下药去世了 两家的平衡被打破 大战在所难免 就在少爷被分家人围攻的时候 Post感到和他一起并肩作战 硝烟纷飞中 少爷问Post你占主家还是分家 Post直视他的眼睛 我的心意和立场无需多言 一切竟在不言中 他们夫夫其心 其力断金 一起杀出了重围 可让Post惊讶的是 不仅大当家是诈死 去世多年的妈妈竟然也没死 而是失去所有记忆 被大当家保护了起来 大当家和感到的二当家对峙 感觉即将要触碰到真相 真相又像泡沫一样消失 最后大当家将分家的权力借质 交给了Post Post成为了分家的当家 第一季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 很明显 Post的身世之谜还疑点重重 大当家是不是真正的大Boss 这些我们近代第二季揭开谜底 至少少爷和Post之间 已经有了超越爱情的感情 相信再多猜忌 也无法摧毁这份感情 最后非常感谢黑帮 给丁妹带来一个浓墨重彩的夏天 真心希望有一天 能够和你们所有人重逢